记者张聪秋路港报道,这个月要缴汽车牌照税,下个月需缴个人综索税和房屋税,开始进入缴税旺季,张化县地方税务局今在福兴香农会股仓前广场,举办我是大明星。 税给力租税宣导活动,鼓励民众准时诚实纳税,活动吸引人潮,地方税务局现场推广云端电子发票,鼓励民众到有开力统一发票的商家消费时,善用电子发票载具,让发票直接存入云端,依云端发票取代值本发票,减少只将用量,降低砍伐数目。 活动内容穿插有奖征达和摩采活动,不少民众前来仪式手气,希望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,抱回夜经电视,平板电脑等摩采奖品,主办单位邀请张化女中舞颜社表演现代舞,文星高中舞师队表演舞师,以及街头艺人斩绝活,透过精彩的歌舞表演,炒热会唱气氛活动现场,张化县地方税务局摄摊, 推广民众使用电子发票载具,消费时索取云端发票,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,就会自动帮民众对奖,对中发票,奖金自动汇入民众指定的账户,让大奖不漏失,使用云端发票前提需申请电子发票载具,如何申请? 张化县地方税务局长杨瑞美说,民众可到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网站,点选申请手机条码,依照网站指示的步骤操作,输入申请人的手机号码和电子信箱,就可获得个人专属的电子发票手机条码。 杨瑞美表示,民众成功取得手机条码并下载在手机里,日后到商家消费,只要拿出手机里已经下载好的条码载具,店员扫描刷过条码,闭得一声,表示发票已成功存入云端,省去索取纸本发票,发票遗失的不便利性。